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昨天是爸爸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庆祝 好好跟心爱的人 尤其是非常辛苦的爸爸 或者是你自己也是父亲 有没有好好享受这属于你的一天呢 那大家在经过今天休息之后 明天又是一个崭新的星期了 昨天我在那个Facebook上面 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说 终于过了八个月之后 我准备好要开始我的2020年了 太辛苦了 今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 当然就是跟疫情很有关系 但是这个疫情倒是也开展了很多新的机会 像是这个星期我们特别邀请到 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面 负责数位健康发展的这一位协理 他的名字是林群伦 他特别呢就是要跟我们说 在疫情发生之后 整个数位健康 还有这个数位的医疗 到底台湾有没有新的 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角色 我自己觉得非常精彩 他也非常亲切 一点都不难 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很有 很有关系 这个节目呢 IC梦想家呢 是在星期天上11点钟 来定期的跟大家碰面 那也会在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会有一个YouTube的频道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节目嘉宾每个星期都是 多么的有个人的魅力 除了在声音之外 也非常的会互动 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常常保持留言 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节目 前几天我在跟我的朋友讨论说啊 最近反正待会也会讲到这个数位医疗的议题嘛 那台湾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都有这个健保卡 健保卡上面就是有我们每次看医生的这个资料啊 年纪啊等等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从健保卡开办到现在 其实他有300万人 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已经去世了 那这个资料到底是属于谁的 可不可以卖给药厂做研究呢 可不可以丢到医学里面 去做临床的实验等等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 到底科技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今天科技大叔说故事很特别 他用科技的方式来探讨死亡之后的可能性 我们的email 我们的所有的数位的资产 还有我们的身后室科技 可以带给我们资料不同的想象 赶快听听科技大叔说故事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今天大叔想聊的一个主题是 这个死亡科技狂想群 那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嘛 2020年对许多人来说啊 还真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痛苦年了 那大叔在想啊 这个食衣住行育乐啊 都有相关的科技 那么死亡有没有呢 毋毕千号这个发现天下未来城市网站上面有一个相关的整理 大叔来分享一下 第一种是叫做玉立遗嘱了 我们坊间常有一个卫立遗嘱而产生纠纷的一些事件 因此有人结合这个科技跟法律设计了这个遗嘱的产生器的APP 使用者只要依照这个指示 输入个人的一个基本资料后 就可以开始这个撰写这个遗嘱的内容 花花一生的感言啊 身后事的安排啊 财产的分配啊 工艺的捐赠啊 器官的捐赠啊等等 最后只要正式的汇出遗嘱啊 他就大功告成了嘛 第二种叫做整理遗物 近年来日本掀起了这个生前整理的一个风潮嘛 由于这个老人家自己来决定物品何去何从 其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使用这个二手拍卖的APP 将个人的物品整理后卖出 一方面嘛可以确认一生中珍藏这个物品 能够找到对的人嘛 不会被随便的丢掉 另一方面老人卖家们也常在这个面胶的过程中 与这个年轻的买家们接触聊天 他就仿佛啊 重新与这个现代社会接轨嘛 再来是所谓的这个水涨了 将这个遗体放入这个金属装置后 灌入这个氢氧化钾 加温到摄氏300度的高温 溶解这个蛋白质啊 脂肪啊与这个血液 接着这个遗体就会化为一滩这个水 排入这个污水的这个系统 剩下来无法溶解的部分 像是骨骼啊牙齿啊等等 就摸成细粉交还给这个家属嘛 有点像是火葬啦 接下来是这个太空葬 这是由美国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个太空葬的一个服务 运用这个飞行装置 与环保的气球 站着这个骨灰啊 飞到离地面30公里远的一个高空 再利用自动控制器打开气球 撒落骨灰 那飞行的这个全程啊 它都有影像录制嘛 家人啊 还可以运用这个APP 最终气球的位置哦 知道它现在飞往哪里 那撒落的这个骨灰啊 在经过这个云层的时候 凝结成了这个雨水 回归大地 只是啊 这应该是有钱人的玩法嘛 再来是啊 数位墓碑 i-town 一位英国男子曾经设计将这个i-pa 迁入到他的一个墓碑嘛 并运用这个太阳能装置来充电 只要有亲友钱来吊咽 装置就会自动播放影片 那可能是这个使者的一个生平的介绍啊 或者是他想对大家说的话啊 还有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孩的墓碑啊 被设计成是一个iPhone的一个外形嘛 远远看去啊 就像是有一只大大的这个手机啊 出立在这个墓园 那不非上附了一个QR Code 供这个亲友们啊 扫描观看关于他的一些资讯 最后啊 是这个所谓的聊天机器人 Roman Bun 那一位这个美国工程师啊 因为车祸意外失去的自由Roman 他与这个亲友们啊都非常悲伤嘛 渴望在与Roman聊天啊 有一天啊 他突发奇想啊 有没有可能要运用公司的一个人工智慧啊 重现一个Roman机器人呢 他收集了与Roman生前聊天的一些讯息啊 将这个数据丢入这个曾经网络建构的一个系统中 训练出一个能够复制Roman口吻 思考逻辑的聊天机器人 叫做Roman Bun 机器人的回忆呢 就真的像是Roman会讲出来的话啊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仿佛啊又再次与最好的朋友谈心了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们下回见啰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在我身边的呢 是林群伦Alan Ling 他呢在2020年1月份 今年1月份才刚刚加入鸿海集团 现在是鸿海集团董角办公室的协理 那今天非常开心 Alan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Alan 好 Alan呢他非常非常亲切 然后呢可以把很复杂的概念呢 用非常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显而易懂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鸿海他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方针 是产业上面有一个3加3的策略 这个是指什么 好那我们鸿海集团的3加3策略 最主要就是三个核心技术 跟三个未来产业 那三个核心技术 主要就是半导体 人工智慧 5G跟6G 那依着这个技术 去支撑我们的三个未来产业 那三个未来产业分别是 电动车 机器人跟数位健康 好 今天我们就特别要 环绕着数位健康 医疗 燃疫体整合这个生态系 来好好请教Alan 因为Alan过去 在生技公司有7年的时间 不仅是研发这一块 连他最后整个IPO的这个过程 财务面 商业面的操作 您也非常熟悉 是 不过我想想看 我们还是跟一般大众生活相关的 就是说现在 疫情真的改变很多事情 真的 整个重新来思考 整个医疗甚至加上数位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什么是数位医疗的概念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加上一个数位 这个字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是蛮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大众 都会组合 不管是数位医疗 数位健康 教育 教育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题材 其实就是ICT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IT产业 或是所谓的B-data 或是AI 再加上医疗 那他就是一个叫数位健康或数位医疗 可是怎么结合呢 因为我小时候也要我妈妈抱着我 然后去跟医生 然后这边听诊 按来按去 然后看我的眼睛 心跳什么有的没的 没错 数位怎么加上医疗这个概念 对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特别是跟疫情有相关 那譬如说这个数位概念 譬如说平常我们去医院 或是诊所看诊的时候 那医生在看他的时候 我是用听诊器在看 那数位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听诊器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讯号 它会有个数位讯号传到电脑上 那重点是后面怎么应用 如果说我想要让它更精准 那我就可以透过电脑来做分析 那就是透过人工智慧 来看它的这个频率 就可以知道 但 它不能替医生做决定 它会提供一个训练 做辅助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讲的 第一阶段的这个数位医疗 它或是数位健康 它并不是直接到家里 诊断的 不是直接到家里 可以是诊断也可以是治疗 但是它一般来讲 它是先从医院开始 所以会有一种叫做智慧医院 或是叫做数位诊所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是 美国麻州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医疗生医的这个技术嘛 然后它就是希望就是透过最智慧无人然后什么都放在一个医院里头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就吓死了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做到呢 对所以譬如说这一块就要分阶段来讲 因为 因为医院或是医疗产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产业 接受新科技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是吗 真的 一个最前沿的研究 或者是药物疗效什么都是你们推起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会很重要是为什么这段时间疫情的时候会加速发展 因为他需要我很直接的去monitor 就是看到病人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如果我医生没有办法直接去碰触他 所以我就需要不管是机器人 或是说一个房间 我monitor以后我传出来数据我要做判断 是 那因为决定的人还是在医生 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数位或是智慧的一些工具 是因为医生在过去十年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他慢慢相信说这个新的科技可以让他们更方便的来做诊断 Ivan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跟观众朋友可以了解 像你刚刚有说听诊器不需要真的碰到他的 没错没错 或者他可以有数据传到 好我就举个例子 像除了刚刚讲说马州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那这次在美国COVID-19一开始爆发疫情 其实是在西雅图 那西雅图有一家公司 因为我们不是广告时间就不讲那公司的意思 那公司当然股价也涨很高 那家公司就把传统的移动的机器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然后他就可以移动 那移动他有一个萤幕 所以那个萤幕上有一个镜头 可以直接看到病人 就是怀疑他是感染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 所以当我监测他的时候 那医生如果透过询问 你有没有发烧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不确定的话 他旁边会搭一个有限的东西连出来 就是听诊器 所以那个听诊器就会 他医生会说那你把听诊器放在哪边 那听诊器有技巧的 所以变成是他如果放不好 医生就会叫他说往左移一点 这透过视讯是不是 透过视讯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碰触到病患 我就听到这个一些该听的一些 肺 重要的 呼吸 对肺呼吸 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是 后续有各种的工具 譬如说额镜 因为他要看的数字可能不一样 那因为他有可能不是新冠肺炎 所以他会做其他的处置 也就是说一开始为了因为疫情 医生也不想冒风险 对 就是让自己感染 所以他们有这种数位的辅具 没错 去诊断 对 或者是拿到观测的治疗 对 其实应该说这个东西已经发展了很久 因为法规的限制跟医生比较不熟悉 所以大家比较没有勇于尝试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发生的太快了 所以他会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至少在台湾 我相信在美国也是吧 就是最聪明的人才才会加入医疗 像冠生级产业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其实医疗跟科技 应该是很早就要融合在一起 很早就要融合在一起 但是您反而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催生这个 有催生这个 其实其实美国一直都是医疗产业 比较创新的 是因为美国的教育 他一定要先念完他的大学 我才能去念这个所谓 我们叫什么学士后裔啊 那是台湾叫学士后裔系 但美国一定是大学完以后 我才能去申请MD的这个program 所以变成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有可能念的就是engineering 我就是念工程相关的 或是我念的文学或是什么都好 所以医生在做他自己的practice 他不是只想到临床而已 他会想到要做研究 其他的 对或是比较创新一点的东西 所以美国会比较愿意接受新的科技 对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 是因为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数位医疗 或数位医疗的生态系 那他一定是有相对于比较传统的 像您刚说比较封闭的医院体系 这个具体的差距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传统的医疗我们都会讲叫做4P 那4个P就是Prada 就是医疗器材产品本身 传统的嘛对不对 Prada是医材吗 是医材吗 医疗产品 医生 药品算吗 药品算药 就是药啊 但是他都叫Prada OK 就是一个产品 然后Patient 就是病患 第三个是Physician 医生 最后一个是Payer Payer就是谁付钱 我妈 保险公司 保险 如果自备的是你付钱 但是通常我们的Payer 是在讲保险公司 所以这叫做传统的 所以他有一个很紧密的封闭系统 我听说这四个里面最有权力 暗黑面的其实是保险公司 甚至也不是Physician 本身 你讲的没有错啊 就是保险公司 但保险公司可能也是跟政府有紧密的配合 因为在政策上 政策上 或是说他法规的限制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 Insurance Company 就是保险公司 他赚的最多的钱 但很多是合法合规的 但是回到一个 刚刚讲的新的生态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很看好说数位健康 或数位医疗 因为新的生态 他会透过把资料分享 然后让以病患为中心 所以病患以前都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决策过程 不是只有付钱而已 我如果享受不好的这个医疗的品质 或医疗的照护 我还不能对医生或是对保险公司有任何的意见 所以 现代的社会 不只是讲究自由 我当然希望说我的照护 我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会有一个比较双向的互动 所以这个叫做patient centric 所以也因为如此 以前ICT厂 patient centric 对 就是以病患为中心 或是以病患产生好的医疗服务 以价值为导向的这个治疗 是现在的主流 价值而不是价格上 对 是价值而不是价格 所以这样的系统 就会让新的玩家可以进来 刚不是说只有4P吗 所以那个4P不包括 我们知道的一些消费型大厂 比如说Apple Google Facebook Amazon 这些玩家全部都进来了 而且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是这五到十年 他们进来玩什么 他们进来玩非常多东西 我举最容易懂的 因为先不要讲太医疗的 最容易懂就是大家 如果有买Apple Watch 那Apple的Apple Watch 他就有做这个ECG 或是叫ECG 心电图 监控你的这个心跳 那ECG再加一些血氧浓度 跟一些其他的指数 可以干嘛 我可以推测说你睡眠睡得好不好 所以你会被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是他透过 OSA 对OSA也是一种 但或是我透过 OSA是一个那个主射 就是呼吸到主射的一个基点 不是中止是不是 也可以 他其实那个如果从英文翻过来是主射 是主射 但那中止就是比较严重一点 因为他有分三个神经 是睡一睡就不能呼吸的那种 对就是严重的话 睡一睡就是他会暂停一两分钟都不能呼吸 那如果太严重的话 因为他是 我在这个舌头 我在喉咙这边有一个软骨 有一个肉会往下弹险下去 所以他会阻塞你呼吸的地方 是 所以如果你长时间没办法呼吸 譬如说你超过三五分钟 那你有可能在睡眠中就会过失 很严重 这是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反而Apple他的ECG的Apple Watch上面的政策 加上血氧浓度 其实是可以判断 可以判断 预防吗 他其实不是预防 我觉得这个会讨论到未来怎么发展 就是先讲简单的 是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数据 到底对他的健康或是医疗有什么帮助 我到底是不是知道你未来五年或十年 你会不会有心脏疾病 你猝死 对会不会猝死 这个其实是刚开始的原因 但是因为医疗行为不是医生使用的 我们刚刚虽然说有新的Player进来 是 但是这个观念是不是所有人都买单 因为如果不是保险公司付钱 是消费者自己要付钱 就是健康的人要付钱 那他觉得很有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用这种健康数据 我去做AI或做演算法 当然不是没有证据的 比如说我做四万人的实验 他每天运动跟没有运动 然后正常吃饭跟没有正常吃饭 所以很多医学是经过统计跟倒推回来 证明这件事情可行的时候 消费者就愿意付钱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叫real world data 或叫real world event 叫真实世界的数据 很多药学的大厂跟医财厂 就跟所谓的这些Amazon Google 这些所谓消费型电子大厂做共同结合 所以他们最后就会变成新的Party 当然不是只有四批吗 我就会有很多新的人加入进来 包括科技厂商 包括科技厂商 提供新的科技产品 提供新的科技产品 所以资源就进来 然后新的服务消费者满意的时候 消费者会买单 就不用看 愿意付更多的钱 不用透过保险公司 不用透过保险公司 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渠道 更多的商业模式 那这个整个生态 就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这是以前科技厂进不来的 对 我这样听起来 比较像是说 在传统的医疗生态体系里面 我们说最暗黑的是这些大的保险公司 没错没错 他们好像有点在利用 资讯不对称 然后有点绑架消费者病人的选择 其实有人觉得医院也是啊 医院本身 但是其实 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医疗体制 本来就是 我不能那么开放 对 隐私的问题 隐私 不只隐私还有病患的安全 对 所以它是高度管制的一个行业 对 所以变成是说 当我很多东西 没办法透明的时候 是 大家都会觉得有 就是有很多黑暗面 但是有一些东西 并不是纯粹黑暗 只是因为我为了隐私 为了病患的安全 而没有那么的摊在阳光下 对 但是过渡到新的数位医疗生活圈 数量生态权里头 反而是以病患它自己作为选择 然后所有的数据也好 或者是它的 可以做的医疗选项也好 是更开放的 真的 然后可以容许更多的人参与金 对 那我要补一个 就是保险公司一般 如果你没有生病 你会花钱去治疗自己 传统的医疗 完全不会 对 因为应该不会 刷屏都来不及了 没错 应该不会有个人 一年做四次高阶健检吧 不用啊 不用 一次高阶健 花个两万五万一年做很多次 对对对 我去一下那个矽谷诺雅 没有啦 是 所以讲到数位健康这件事情就是 你要让所有的消费者有感觉 一定是提供他 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是 那所以这些东西是传统医院 跟保险公司 比较难做出来的 因为他们专长就是在治疗疾病 嗯嗯 治疗跟预防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嗯我懂了 我小时候生物老师就有教我 一个生态系要健康 就是要有很多很多多样性在里头 真的真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从传统医疗的生态系 过渡到一个数位医疗的生态系 是对消费者 病患来说 是更健康的 除了更健康更有好处啊 因为他有选 他有多样选择啊 嗯 而且又有预防的这个概念进来 其实这在光赛节目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预防医学 真的是额预防养生 真的是另类的替代型的疗法 对这现代人很注重养生跟健康 其实这跟疫情也很有关系 我觉得这很有关系 因为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医啦 就是老祖宗的医学 不 他因为你要用科学方法去验证他有效或没效 因为 两方的系统完全不一样 到那个思考触发点 触发点不一样 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西医一定比中医有效 或是中医比西医有效 这个我觉得就是 depends 那数据会说话 讲到数据很有趣 我前两天在看一个报告啊 就是说在 现在台湾很幸福 因为是后疫情时代嘛 他就说 那个现在大家在网路上面都在消费什么东西 可能之前 会买很多 我的话 化妆品啊 什么 短裙啊之类的 但现在大宗的人都买 保健 食品 或者是 健康食品 自己可以在家吃的超级健康那种 微波及时的东西 微波及时的东西 或是有机食品 对没错 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在自己在家哼煮 或者是自己让自己更健康的东西 好像在后疫情时代变得很普及 很普及 再放在一个整个数位医疗架构下面来看 这代表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以前吃健康的食物 到底会不会让你比较晚生病 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但是在 我觉得骗人 对但是在现在我有很多数据 随时会累积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因为 他会看你改变行为前 跟改变行为后的difference 所以你如果长时间有记录数据 你就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很多数位的科技加到医疗 变数位健康的时候 是 他并不是说我 大幅的改变医疗的行为 他是有一个 很方便的monitor的东西 或是界面 让你去了解自己 是 当你更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就可以 做出改变 嗯 然后你也会知道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 很多医学啊 其实早期都 我们都叫retrospective的 就是 结果论 我刚开始在做改变的时候 我不知道到底会好或不好 那 你做完实验以后 就发现 诶 有可能是好 有可能是坏 所以变成是医学的发展 他 不太可能会非常快 嗯 因为他必须要有结果 来告诉你说 到底对或不对 但现在是不是说 因为数据的这个科技进来了 所以他反而给你一个很科学性的验证的方法 没错没错 而且你也可以逐步逐步的达到 你去验证你的假设 是不是真的这样做 没错 所以讲比较简单 就是刚刚讲有机食品 或健康食品 嗯 以前都还是会做实验 不管是动物实验 或人体实验 嗯 可是因为他那个 试验是小规模的 嗯 我刚讲那个real world event 他都是 五万 十万 real world data real world data 变成是你如果吃保健食品 你到底有没有降血糖 降血压 我一次看十万个人 我就知道了 还有刚刚我们前面有一个就是 医疗有一种叫做精准医疗 是 所以精准医疗通常都会去结合基因 DNA定区 就是我的 我的天生的选项是怎么样 你的天生的选项是怎样 嗯嗯嗯 所以当你天生的选项 可以对到后面的表现性 嗯 就是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做一个连接起来的时候 同一个疾病治疗方法会不一样 而且 西方人用的药不代表我们 亚洲体质适合 亚洲体质适合 所以你就会调整不同药 譬如说乳癌 有十种药 哦 可是 可是我们通常是 医生选的是你要不要自费 自费我就用比较好的药给你 但是如果我有基因资讯 我有更多的 information的时候 我可能在 decision making的时候 在下决策的时候 我就会做调整 是适合这个病患的基因 来做他的疗法 对或是某些药 像我们其实健保也有合过药 就是他可能对西方人来讲 吃这个药不会有问题 嗯 但 我们东方人 吃这个药有疗效 但是会有副作用 甚至死亡 好有趣哦 对 所以这就要靠基因来看 就叫精准医疗 精准医疗背后 其实也是一个更数位 用技术科技来介入的一个方法 是的 那如果我是您Alan的角色 或者是您同一的角色的话 我 我到底是会觉得 我的工作要被取代了 还是我的工作会变得 更轻松 因为我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 在整个数位医疗上面 病患跟医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下广告就马上回来 谢谢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 生病就是要看医生 非常正常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在医院的经验 跟每个医生互动经验 也其实是一个光辅上面的差别 我碰过非常年轻又帅的医生 就是我接下来就加他粉丝页那种医生 然后也碰过就是 好像我怎么跟他说我的状况 他都 不理你没有反应 对他都觉得这我一次都看过了下一位 就是这个差别其实是蛮大的 蛮大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想说 好那今天我们今天要扣紧数位医疗的帽子 那医生那么多种种的各种不同的 的取向的医生 好这个推下去好推吗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觉得好不好推 其实有时候不能只看是医生 因为这是双方面的 因为科技厂如果觉得说 所有的发展都要听科技厂的 那医生一定不会接受 那反过来的 如果完全听医生的 科技厂会觉得自己也没有扮演的角色 所以通常在发展数位科技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去问医生的需求 他们知道吗 他的需求不是在讲科技 他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说我在看诊的时候 病人如果他喝醉酒 然后他没有办法醒着 那我要怎么侦测他的某些东西 我说譬如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他会提出一个问题 他会提出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去解决他 或是说他在手术的时候 他在操作一个手术器械的时候 他通常要两只手去操作一个手术器械 是 可是他如果同时要调控某些电子数据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手术器械可以单手 可是我还是要很平衡的操作 就会产生需求了 那这个在机械或是电子上 他不是一个非常难的 但是因为我们科技厂不知道需求在哪里 所以重点在说 这个会产生这个数位医疗 或是医疗的发展 需要了解医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去了解的这个人 他必须要有两方面的产业知识 他不仅要知道医生在临床上面 会碰到的问题 医生怎么表达的 他也需要知道 怎么用科技的方式 做出科技厂去辅助 或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通常最好是 他其实不太需要知道 两边的很专精的东西 但是他要有办法当作桥梁 做沟通 就是你啊 对我是专门发展的角度 就是你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是很创新的 但是在所谓的数位医疗 或是说医生的需求啊 我们待会来讲好了 譬如说 他只是一个流程改变 那所以很多大厂在做流程改变 譬如说智慧药局 那医生就可以 他可以很容易的讲说 我们现在那么多病人 有一百个在等 你有办法解决他从诊间出来以后 我拿到药 从50分钟缩短到20分钟 嗯嗯嗯 所以我就你就会看到说结账的时候 我可以用那个看板 直接刷卡 我就付费 嗯 但是我走到药局的时候 欸奇怪我怎么还要等 嗯嗯嗯嗯 因为药局的配药没那么快 所以到底在药局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一个自动传输系统呢 还是我要一个很聪明的盒子或机器人 他自己去剪药呢 我懂了 或是怎样的需求是符合成本 时间效率 还有医生想要的 是 钥匙啦 不是医生 因为药局是钥匙 嗯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讨论过很多次 钥匙有可能出错啦 没错 或者是他真的太累了 对 然后他要看那么多种不同的药 是个很正常的 或是说从柜台打怪 看诊的医生打错有可能啊 对对对 那因为药师没有跟他问诊 对 Typo Typo的话也是一种 像台湾也有说 我可以自动的AI去检测 有有有 打错用药的这个东西 有有有有 所以有太多可以做的东西 所以不只是他实际问诊或治疗的时候 发生的问题 也可能是整个医疗流程上的 对 我印象很深 我在这里也问过 就是可能全台湾副产科医师权威 他是最会用达文西手臂开刀 做摘除 摘除子宫肌瘤的事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 就很想请问你 谁是想到这个达文西手臂 要把它这样做出来 其实达文西手臂 这个也算是数位医疗的一部分 还是我 这算 其实只要用到电跟数位的技术 整个 其实也都算是数位医疗的一部分 是 那当初会有这个需求 其实有两个方面 嗯 就是一个叫做 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是它可以远端操控手术 所以有 有两种需求啦 一种是达文机 机器人手术 它开刀的时候 伤口很小 嗯 愈合其短 愈合其短 然后 我做无创的时候 那我进行的手术 可能可以比较精密 是 或是可以针对比较危险的手术去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如果 如果 这个机器人 送到 我不是要特别讲印度 就是 或是非洲 就是 这些地方的医生的training 一定没有美国 或是台湾地区的 呃 经验充足 是 所以我可以不要有很很长 呃 二三十年经验的医生 但是我只要有一台台湾型机器人 我有一个台湾的医生 或美国医生 我就可以远距 帮 印度 或是非洲地方开刀 而且它是很精准的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 看不看电影 我超爱科幻电影 有一部叫普罗米修斯 我知道 我知道 它的那个异形身在它的里面 它就去一个舱里头 然后 它自己就可以把那个异物取出来 你觉得这是未来 高科技有一天真的可能 我觉得 但是我想的太科幻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会太科幻 因为 其实很多技术往这边走 但是如果说医疗要集合 不管是取出来 或是 常常电影有一个 自己躺进去一个箱子里头 它就扫描过去 然后知道你这边有肿瘤 那边有肿瘤 然后立刻切开 对 你就知道所有东西 譬如说 塔姆克鲁斯的未来世界 就是它可以重复死很多次 然后每次都修复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个天津 但是 明日边境的补 对 明日边境 我讲错了 明日边境 这个一定是意料往这走 可是这个不会是短期的原因 是因为我生理上的很多的素质 它并不是所有东西 都是可以立刻侦测到 譬如说 刚刚讲血压 血氧温度 血氧浓度 这些是简单的 但我知道 我没有肿瘤啊 你就要有一个 非侵入式的器材 或是我是一个放射线器材 或是我是很高阶的PET CT 那当我去看肿瘤的时候 因为肿瘤有分 CT啊 Scan 断层上 电脑断层上 所以变成是我要很容易使用这个 它就比较不会是属于数位科技一种 那我举个例子 现在有超音波 超音波机器 它其实还是比较像一台 有荧幕 有键盘 然后还有一个Probe的东西 但是现在 包括台湾都有 就是有公司把它做成在手机上 它就连一个USB线可以直接做扫描 像这样的东西就比较容易用到数位医疗 还有刚刚讲精准医疗需要DNA定訊 那也有一家英国的公司 它可以做一个比手机大一点点 然后我就可以做DNA定序的 哇塞超酷 对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我就不一定要拿到Central Lab 就是中央实验室或医院 不是都要用一个什么挖的 都需要用挖的 就是它送回去 然后一个月之后才拿到一个报告 是的 这是一般TB code 因为它需要送回中央实验室做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可惜师的东西 因为科技的进步 半导体 或是说一些更好的Portable的东西的进步 谢谢台湾半导体产业 真的要感谢那个半导体产业 所以像这些东西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从医院或诊所 把相关的服务 带到家里 那个计划上 对 不只带到计划上 它是一个生活形式改变 就是我在家里如果也可以做 这些定序或分析 是 那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都是疾病跟健康 它有可能做食品的检测 就是我吃的东西到底真的是有机食品 或安全不安全 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广的 所以为什么电子大厂 我们刚一直在讲Google Amazon Facebook 这些厂为什么要进入 它看的不是只有健康跟医疗 它看的是整个生态圈 所以所谓的Digital Health 或是Healthcare 或是这个整个生态系 它会影响它现在既有的电商 或是它所有的布局的 对 那因为健康容易让别人觉得有危机感 是 所以我更会积极的 对 所以我利用健康或是医疗 去串所有的东西 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科技大厂 都想要在这一块有琢磨的地方 这边我想再多琢磨一点 但是在谈进去商业模式 跟全球布局之前 这个切入的困难点 肯定是有的 你刚刚有说其实 最简单来说 有些数据不是那么容易政策 推行面来说 医生各个不同的风格 其实也不一样 每个各个地区 你不要说国家了 城乡其实差很多可能 那如果硬要讲一个就是 以这个数位医疗趋势上面 这个洪流上面来说 最大的困难觉得会是什么 我觉得数位医疗过去的 最大的困难里 一直都是法规 因为刚刚讲各个地方不同 其实最大的不同在法规 我知道我们节目有政府官员在听 好 继续 每一个国家的法规都不够好 但是这不是 我刚刚有讲过 法规为什么严格 是因为它要保障人民的安全 是 所以它很难在安全 跟我非常创新做取舍 是 所以之前数位医疗一直难推动 包括我们讲的远距医疗 我们刚刚不是举例说 COVID-19要有机器人远端问诊 推不动很多原因是因为 出了是谁要负责 到底是荧幕 camera不够精准 我看错了 医生以为他看到是真的 结果看到是假的 喔喔喔 还有我听诊器 医生已经加大移动了 我听到的讯号 因为那是数位讯号 到底是 那一个机器的数位讯号不好 还是病人自己放错了 病话没有放错 对 那或是医生以内的初心 医生听错了 对啊 所以这个跟Liability有关系 可是在同样的临床上面 也有一百个因素 会出现Liability的问题 你不能说这是数位的问题而已 对没错 但是因为 这些临床东西做完以后 FDA会发一个证给你 你就有这一个证 免责 不会免责 但是你可以实施 但是出事的时候 FDA会取消你的产品证 你还是要负责 但是回到数位医疗或是数位健康 是因为很多的数位医疗 数位健康 它是比传统的医疗 还要创新一点的东西 是 那医生要不要快速采用 而且之前数位健康的所有产品 FDA没有那么快放心 那这两剂来 就这半年来 因为COVID-19的关系 就加速它 加速很多 不然是远居问诊 特别 你知道我们最能想象到 还不是远居问诊 譬如说 我远端会议 因为很多人Work from home 对啊 所以就会造就了某些公司的股价市值 越来越高 不管它是用来教育的 开会的 还是为了做家庭的这种沟通的 都一直成长 医疗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因为主管机关认为说 我在疫情之下 这些东西 我就先试着再说 所以让数位医疗跟健康 这两剂快速发展 因为以前都最大的关键是法规 医生不是说他没有阻碍 但是医生还是会 因为我慢慢使用 其实跟使用手机一样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Apple 因为它User Interface好 对啊 所以医生如果他慢慢用习惯 特别是年轻一杯会接力嘛 年轻人比较会使用科技产品 所以年轻的医生 如果他在医学系的教育的时候 我就用数位的产品 嗯 他就直接在临床上也就用 直接就配合到商品 所以反而也不是使用者行为的问题 是整个大 加购法规 对加购法规 如果法规可以松绑 那数位健康数位医疗一定会非常快 那你知道法规需要什么吗 就需要你们这种就是 各个科技领域或者是临床领域 都有训练 而且可以连结当桥梁的人 那我刚很喜欢你说就是 嗯 他不只是解决 临床上面治疗跟照顾的问题 他是整个生态圈 对 他是整个生态圈 那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就有很多种可能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刚刚讲patient century 嗯 病患或是 我是健康人 不是病患 但为了我更健康 我可以 把我的意见放进去这个生态系 让他更好 让他更好 因为传统的东西是 就是 传统的东西就是 你进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很忙的时候啊 他就去打上一个 病患的资料 对对对对 不抬头看我 对 然后他一看年轻人 哦 没关系没事 就听你讲 你就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过了三分钟以后 抬头看你一眼 感冒好可以出去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流行A感就是 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就拿药出去了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病患参与以后 那病患就会觉得受到尊重 所以他愿意付钱 嗯 所以怎样子 让每一个party都觉得他有价值啊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在这整个系统都有价值 就像医生你觉得他常常超市工作 所以数位健康可以让医生 病患 保险公司 整个生态系 原来的4P 对原来4P 再加上新的科技厂商 大家如果都开心 都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态系 有贡献一己之力 一起创造价值 那这个整个生态就会越来越好 对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林群伦 Alan 他现在呢 在鸿海集团董长办公室 协理 那每一次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访问专家 学者或议检零售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还好社会有你们 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也需要录主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光荣跟天空朋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IC梦想家 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 化育汇流研究所共同制作 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